公司女老板让我搬到她家住 结果非要我跟她住在一个房间 你昨天抱着我的时候 我感觉可踏实 哎 姐 姐 哪呢 没房间行 我就在路边了 我都收拾完了 我就在路边这儿了 行 行 我看到你了 干嘛不提前跟我说呀 好帮你收拾一下呀 没事 姐 我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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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东西少了 就这两个 一会就弄好了 不行 一会去超市再给你买点吧 不用 姐 花那钱干啥 我这什么都有 那你开吧 收一收以后回家的路线 哎 姐 你这车咋换嗓的呢 我觉得这颜色更适合你啊 啥 啥意思啊 那以后我们都住在一起了 这车就都给你开了 我 姐 我就是个司机 我不挑这个的 我可从来没想过 把你的搭子 啊 啊 一会儿收拾好了 你记得提醒我 给你录个指纹 啊 好 哎 姐 那个 我住哪个房间 住这屋 不是 姐 这不是你房间吗 对啊 以后咱俩都住这屋 哎 姐 姐 姐 这不行 这不合适啊 这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昨天抱着我的时候 我感觉可踏实 姐 那不是你生病了吗 那怎么 我现在病好了 你就不管我了 那我请愿天天生病 哎 别姐姐 你们别皱自己啊 不 咱俩真不能一个房间 怎么 你害怕呀 不是姐 我 我怕我哪天我自己睡的迷糊的 我 我干了什么不该干的 我到时候就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了 都 那不是正好吗 呃 什么正好 没事 那你 你觉得不方便 那我给你腾地方吧 哎 不是姐 哎 要不这样我 要不我睡沙发吧姐 那个都一样的 你睡什么沙发 我逗你的 我回主卧住 哦 姐 我是不是来你这住太打扰了 要不我还是搬过去吧 打扰什么 我是嫌主卧太大了 我一个人睡害怕 哦 那你要是害怕你叫我 我 我去陪你说说话了 那要不咱俩一起回主卧住 呃 姐 你又逗我 真不知道你这钢铁直男 之前是怎么找到女朋友的 呃 哎 我先收拾这些 行 行 帮你换衣服吧 啊 不用姐 那我自己来就行了 然后这床单 我待会我自己收拾给你洗了 帮你换了 这 阿姨前天刚换过的 你干嘛 你嫌弃我 哦 没有没有 我是怕你嫌弃我嘛 那我要是嫌弃你 我干嘛让你帮我 呃 呃 这我 我去个洗手间 我 我走呃 这我 我来看你这个